歡迎光臨 大家好 我先首先跟各位介紹一下莊主廷的張老師 張老師他在於 他是民國五十一級資深的 老師我偷問你 對 老師看起來非常平靜 剛剛我們稍微談一下 那老師有 他的研究主要的部分有三個部分 我看了一下 老師最主要他是在區域的氣候的研究 還有水文的氣象跟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關於空氣污染的一個模式的一部分 那今天老師帶來的是 關於我關台中的電腦 那些男性發電腦 能聽一下一個探訪 那我要跟各位說的就是說 當初各位應該知道國光石化嘛 在訪的各位都知道嘛 那老師在國光石化的這一個過程當中 他提供了非常多的一個數據 在空氣污染的一個部分 他引用台數 如果我沒有聽過的話 將台數他有關於 空氣的一個品質的部分公告 然後也被關視告了 那這個部分有一連串的一個過程 那老師在我們空氣品質的部分 他是一個專家 那他今天要跟我們各位講的 就是有關於 效益的一個探討 那我們今天以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老師 謝謝 謝謝林老師的介紹 那感冒了才應該想要跟大家請個假 我想都已經見在尋尚 所以還是很抱歉 不過我盡量就請各位遠一點點 來講個研究 那在這邊我想要來看一下就是說 南煤電廠 南煤電廠 南煤電廠的環境消逸 那第一張圖 事實上是想要給這個 我想連立委還站在 楊立委 就是說或者是 剛剛副市長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從 一年 那位 是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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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这张图就是我们把2008年-1998年这段时间各个城市它的美人可知被所得的一个变化摆在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中市在这十年内大概每一个人的平均所得增加了一万一千三百多块 那在歪轴的部分是受灭 就是让2008年-1998年看看住在这个城市大家受灭的变化 我们发现台中市是增加2.84岁 那从这张所的右上角 右上角就是澎湖来看的话 澎湖在同样的时间里面增加了八万块的收入 终于增加4.4岁 那我想讲就是说 其实一个市长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可以决定这个城市在未来4年或者8年 在4年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税数上 到底会增加一千三年 我想每一个人最重要 一个是健康的寿命 第二个是财富 这两个可以兼得是最好 我们发现澎湖做得非常好 那新竹市也也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新竹市的话大概增加7万块的税数 增加了3.6岁 那当然台中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清空的地方 因为无论台中市台中市县 都算是在左下角就是末端班的 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 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 所以未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也没有可能 透过比较好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产业政策 或者经济政策 让我们4年的税收跟收入也增加 那当然这边新竹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那另外几个大城市里面我们看到 我可以到那边走 我用你的滑鼠好办 你来什么位置 老师当时习惯说 没有滑鼠也都不会用 那我们看台南市其实也增加不错 5万块 2.8岁 那台北市也不错 5万块 3.5岁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对一个城市发展 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对怎么增加收入 事实上没有什么很好的想法 但是怎么增加寿命的话 那我就是学一个空气污染学者 那最近这几年正好 国际间很多的文章发表 他认为空气污染的 尤其是PM2.5的浓度 跟宿命有非常好的关系 那我就利用这样子一个关系去推估 那刚刚我们谈到说 我们台中市为了参加这个低碳城市 那我们现在好像環保组 又不给我们这个 一元的样子 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 社会成本内部化 我想做环境的人 最希望社会成本的内部化 就是我们就可以推估出来 如果我们按照比如台中电厂 去收它的二氧化碳的这个碳税的时候 按照目前OECD国家 大概每顿二氧化碳 会收50块美元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那台中电厂 每年应该就要讲246亿的台币 那这个我想刚刚讲的低碳城市就没有问题 这246就有点大于刚刚的数字 那所以我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我建议就是说 那刚刚说的 除了二氧化碳 台房说很多的有氧化碳 带氧化碳 以及原生性的续旋回应 这些会造成刚刚说的PM2.5 那这些对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也算出来就是以台中电厂来看 初步的结果 这个社会成本每年大概是103亿到640亿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目前的健保快垮掉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我们可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 要求蓝莓的电厂能够做健康圈 那把这个100多亿到640亿变成健保的税度的话 那这样子健保也不会快 那这个是今天讲者有讲最主要的两个目的 那当然其他一些梦想 就是说台中电厂有没有可能改造天然气 那我们算过它的燃料成本 大概每度会增加0.7块 但是想象大概会有多多负 那如果固然会负的话 那这时候就变成我希望可以收 刚刚说的两项社会成本 那每度0.7块 算出来成本大概是每年是 燃料成本大概901亿 跟前一阵子我们去台中电厂 他们算算1000亿 应该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以它的燃料成本901亿 跟刚刚说的这个社会成本 包含健康的损失以及二氧化碳 这个温室效应的损失来讲 其实两个加起来的死度 大概900多亿 对上300到800多亿 所以这个两个其实没有差很多 那如果你可以 那在这边的社会成本 其实还考虑 还少考虑到比如说能见度损失 造成房价的下跌等等的效应 那当然这些要是可以天然气 可以改造天然气的话 那这时候台中市的空气品 会变得像新竹苗栗一样好 那当变成新竹苗栗一样好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就会推荐大家 我们开始想办法把自行车 不再是休闲诱人 变成通勤通学诱人 那在任何还没有办法做之前的话 我事实上不建议大家 骑自行车通勤 因为这时候你吸入了这些PM2.5等等 造成你的各种疾病反而更多 那先学调一下 如果可以天然气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通勤通学的自行车道规划 那当然在做这之前的话 可能可以做大众经营的规划 那如果可以做到 大众经营跟通勤通的规划的话 我相信台中市的样子 跟现在会完全的不一样 那这个是寿命的计算 我想就跳过去一下 这是古外的文献 它说PM2.5每增加10个维克的话 那这寿命会 每降10个维克的话 寿命会增加0.61岁 那以这个资料 我们看一下目前台湾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PM2.5 是从台中市开始恶化的 那在外家也不好 高雄也不好 那台北市相对是很好 那我们看台北市的寿命 是最长的是80岁 那中部7次78岁 那东部是 南部是77岁 那东部也是原住年关 比较例外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寿命分布 基本上跟刚刚 湖外的水水分布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蛮有把握 如果大家可以听从我的建议 台中市的 台中电厂的 南美厂 改成天然气的话 你看一下 从台中市开始恶化 那当然主要跟台中电厂 非常大的关系 它大概贡献 整个台湾来讲 大概10% 就有的PM2.5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掉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台中市 就可以像苗栗 或者新竹一样 变成蓝色的 那这时候可以降到 差不多25左右 那这时候 我其实可以鼓励大家 开始买自行车上下班 那这个的话 是在1947年228前的戏 大家可能认得这幅画 这陈城坡画家 所画的玉扇鸡群 那这 所以看来是冬天 就是在 我们差不多1月2月的时候 那时候在嘉义 大家可以看得很远 可以看到 这个玉山上面的雪 非常非常漂亮 那山底下这些树面 非常非常地清楚 那这是在1947年 那这张图画 是我最近在2000年造的 2002年造的 是在台中市看玉山 那看中央市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下面是 萌萌萌萌一片 这些就是 片2.5乌萌 跟陈城坡那时候 1948年之前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就所谓 片2.5乌萌 那片2.5乌萌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中市能见处的变化 在1960年代 可以看到 20公里以上 在台中市 有机会可以看到 玉山或山浪 那现在大概 只能看到 10公里 这些都是片2.5乌萌 那这一张图 可能很多人看到过了 就是那片2.5在16的时候 我们在草屯可以看到九九峰 那它增加到47了以后 就完全看不到 所以所以现在看到外面 常常磨磨磨霧霧的 那不是起霧 那绝对是P2.5乌萌 所以大家可能 要改变一个观念 大家怎么觉得 所以看到霧霧的 就是觉得起霧 不对的 尤其是现在中午的时候 常常有误读 这些都是P2.5乌萌 那这一张图 跟大家讲说 能见度 比如说1月6号 只有5公里 P2.5飙到20 而相对的 是780而已 所以 那再来这一篇 能见度很不好 P2.5飙到20 那这一天能见度 到15公里 P2.5就降到230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讲 P2.5跟能见度 现在是那样 要有一个回序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 灰灰的 这边会有误来 那这边是算健康的问题 那国外的学者认为 P2.5也增加10个维克 全死因会增加4% 就是死亡的人数 会过去增加4% 那在有关心血管的疾病的话 会增加6% 所以现在大家在带很多人 不然开工车 不然就心上梗塞 就过去了 就是这些P2.5的原因 那肺癌的部分 会增加8% 这是国外人线 那台中市最好的地方 南屯区 就七七所在 那我们看到 我们台中市能见度 从1970年代到2010年 大概 从原来可以看到 差不多20公里 现在只有8公里 大概在1975年末期 到现在大概只有10公里 所以表示说 偏2.5的污染到现在 大概已经将近30 那大家知道肺癌的行程 没有那么快 但是当你曝入30年之后 这些肺癌就会长生了 所以那这边就是各种癌症的变化 所以它在女生的部分 这个癌症都增加非常非常快 那我们现在台中市的 女生的肺腺癌 在所有大都 是2008年结果是所有五都里面最高的 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 我是叫搬家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事实上大都会都不好 这边比较例外是彭武 或彭武 这边的人口少 高雄市它大桌子 我们再来看 就是台中市是最糟糕的 那嘉义县 也会有比较高的地方 也很高 那再过来台北县 台北市也很高 高雄县 高雄市 高雄县 台中县 台南市 所以这些五大都会来讲 都非常糟糕 那当然 当然它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都会里面的骑机身多 所以这时候 片2.6相顺来的高 所以台北市是因为在1970年代 空气就不好 它现在算降下来 不过它现在对线还是不高 那其他几个都市的话 大概都是这几年才高起来的 那当然 中部它有很大的问题是 我们说空气好 那空气好的意思是不太 因为说天气好 天气好的意思是不太下 那当不太下雨的话 这些重工业排放出来 重金属的大药性 都很容易的积 所以我们看到台中市 这些木草的大药性浓度 是所有观测到最高的地方 一些操作 而且欧的健康标准 中部的年 又不是中部的木草 但是我们中部的人 还是吃中部的蔬菜 那这个是这几年 就是因为背下来过世的人物 那我把钟老师放在这里 很抱歉 所以我想说 因为钟老师去年都没有背下来过世 我实在很难过 因为他一生从事环保 但是还是背下来过世 另外我们的善主教也是今年刚过世 那还有我们张化县人立伟 陈立伟 还有我们南口县的前县长 都是背下来过世 所以这部问题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因为我们大家在大部分看到在座 可能在台中市都呼吸了 30年的台中市的空气 所以我其实非常担心 那这是台中电厂 模拟PM2.5的一个过山灯铺 那在9点钟的话 一定会到达这里 那等到校3点钟 然后21点到这里 台中通宵虽然是在这里 不过它大部分的PM2.5 会累积在这个山区 那这是另外一天的模拟结果 那晚上就在这里 那等到白天的时候 渐渐的就会吹到山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中市 PM2.5会比较糟糕 事实上很多部分是这些 从海边这些大污染源吹进来的 例如是汽车 单独汽车所造成的 所以这边很高的原因 大概都是跟这些大工厂的关系 那既然都会还特别高一点点 那当然就跟当地的汽车车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说 未来要解决PM2.5 应该要想法 不管是汽车车的污染 这些大的污染 那在1997年到2003年 我们中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实验 就是有关PM2.5的实验 台中电厂它的拖流设备开始起动 它原来一年排放相近9万公分的二氧化粒 那这些在大浅造成非常多的PM2.5 代表从9万吨降到1万吨 在一个大型实验里面 我们来看看 那大家在座各位都是文量的 那各位就看这段时间 大家有没有得 有没有过世 有没有肺癌 有没有呼吸道的疾病 那我们从这个大型数据来看的话 那这刚刚讲说 在1998年、1997年 台中电厂二氧化粒在最大的 之后它装了脱油设备设备之后 量就降下来 那当然另外 我们台中的南部 六氢开始兴建 对排放量增加了 那通销电厂改装天然气之后 二氧化粒减少100% 那台中电厂也减少下近90% 非常大的一个量削减 那这削减之后 我们就会算出台中电厂或通销电厂 在中部偏2.5的减量部分 主要是在这边减量的 那六氢造成增量的部分 主要在这边增量 那这个就是污染源的指纹 那在台中电厂指纹是 这边高直、这边高直 那六氢的指纹是 这边高直、这边高直 这指纹就可以相对于 来看癌症的变化 所以我就把摩尼症PM2.5的指纹 跟这两个阶段 2003年、2007年的癌症 跟1993、1997的癌症 来对比 看看这个指纹 我们可以解释这个癌症的变化 那这个是还没有考虑到 只考虑自然成长 癌症各种全死因的变化 我们发现的确在台中电厂 这附近是蓝色的 代表全死因 考虑扣除自然成长之后 它是在减少的 而在地方是增加的 红色是增加的 那台中电厂 这是蓝色的部分 这是女生的部分 也在减少 那红色的部分是 这个六星这个女生在增加 那我们去做了一些检定之后 那我们发现说 的确我们的模式 考虑到台中电厂 跟这边的增量的话 我们可以解释男生的变化 以及女生的变化 那我们这样算出来了 在这个大型实验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台中电厂的减量 造成全死因减少了 每年减少2400 所以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 比如说一个减量之后 它的健康效应 我们在统计上看到了 那当然它有些其他的效应 那以后再谈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 台中电厂的这些效应 跟幼青来讲的话 幼青的这些健康效应 那居然是台中电厂的30倍 那表示说也许 就是说六青 每单位排放PM2.5来讲 它独性更高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那台中电厂 除了PM2.5外 还有很多这些重金属 那六青除了重金属 还有更多这些无优性的一份 那这一部分 我是希望未来 大家可以考虑管制的就是 除了PM2.5里面的成分更重要 尤其是这些千生狗这些东西 那我们系上的林伯雄老师 在分析我们的清水 跟河美站的资料 清水 大家知道在冬天的时候 它是在台中电厂的北方 河美是在南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河美是南方清水是北方 所以北方基本上是台中电厂的上风处 那河美是下风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河美的千的浓度都低过清水 所以过去千大家怎么觉得 七七色的污染 那事实上在电厂里面也很多 那这些也会造成健康效应 那当台中电厂做了这么大的检量之后 还是有排放一些污染物 那我们计算出来结果 目前台中电厂 在我们全台湾来讲 贡献超7%的偏2.5度 以能自动测站来看 以能工测站来讲是10% 所以我很希望说未来 如果台中电厂可以改成天然气的话 那这些红色的部分就不见了 那这时候应该就给大家 可以用自行车来上下班 那当然下面就是成本的问题 因为蓝莓电厂改烧天然气 一度可能要增加0.7块 那这是有关台中电厂的问题 那下面我们再稍微谈一下 我另外想做的是希望 刚刚两位就是立委跟副市长 都讲了很多 我们未来会推这捷运系统 那台北市自从推动捷运 它在1980年代 所有工厂签出台北的直下市 在1996年3月6月到2000年 各种捷运完成 那这完成之后 我们发现它片2.5的排放量 减少了68% 二氧化的减少了95% 也是非常大的减量 那这减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在过去的肺癌 1972到98年 肺癌红色的部分是代表全台湾最高的 那到现在已经变黄色 变成全台湾最低的 那譬如说男生女生的肺癌来看的话 男生在以前22个县市是排名第三 女生第三 到最近已经排名2115 所以表示说捷运系统的推动 的确让台北市成为适合居住的地方 那未来我希望台中市这个机会的话 那下面我就讲 那当然这些都是捷运饮料钱 烧天然气饮料钱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但是我现在不做会做的 那原因是这样子 这是全世界的骗2.25 那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在这里 中国大陆在这里 所以中国大陆骗2的市场 越高过台中 虽然台中不好 但才有高过他 所以如果说台中市 可以按照我的想法 骗2.25降下来的话 未来我认为 我们住在台中市的四年的话 会比上海北京等等多2到6 8岁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除了 刚刚说我们两边市的四年差不多 他真的会造成很多好的 所谓的加成的这些好处 就是说很多优秀人才会过来 很多小朋友会坐到台中来受教育 然后甚至在台中工作 那这时候我想台中的一个 附加价值 绝对不是刚刚说的 这些电然气的成本 可以 谢谢 我们很谢谢庄老师的报告 庄老师的报告是 反对我们的经济 或是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环境 都非常的重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问一下社会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一下